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那我現在人在Canutex 2024 QNAP的展區 今年QNAP推出了很多雲端以及AI相關的服務和產品 那除了這些之外他們本業的NAS也有很多新的技術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有哪些新東西吧 我們先來看看今年QNAP在AI投入的非常多新的技術 那其中呢他們有一些很有趣的應用 那主要的話是有這裡有兩款產品 一款是QAI-U100然後另外一款是QAI-M100 那他們的差別呢就是U100就是USB介面 然後M100就是走M2介面 那這個產品是什麼 這產品就是譬如說你的NAS是比較舊款的機型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當做一張AI的加速卡 如果是很舊的NAS機型我就不太確定能不能流暢的運用 不過新款的NAS機型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AI加速卡呢 如果你是用在譬如說像I系列更好的CPU的話 效果可能不明顯 不過如果你用在比較舊的機型像是那種什麼 曬陽啊或者是N之類的那種處理器的話 AI加速的效果應該是會更好的 那QNAP的AI像是我們在這裡看到的QMagic 它是有點像Google相簿 然後你可以上傳你的照片之後 它就可以用AI來標示你的相片 然後你就可以搜尋到你想要的TAG 它跟Google相簿的差別就是Google相簿 你可能是要上傳到雲端 但是像是這個 他們自己的AI服務的話 你就是存在自己的NAS裡面 那你就不會有資料被Google看到的風險 那QNAP今年是在AI投入了非常多心力 所以他們的應用我覺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我Enter過去有很多機會使用QNAP的Q&A T30G 這顆轉接器 它的作用是將Thunderbolt轉接成10G 那現在QNAP他們推出的新款 支援了Thunderbolt 4和USB4 它採用的是Smedia ASM2464的晶片 將USB4協議轉接成PCIe 而Tenkey的晶片則是採用Marvel的AQC113 那這顆晶片它的功耗相較前一代就比較降低了 而整體的外觀造型還是維持以往的設計 那同樣也是具備主動散熱的風扇 而且QNAP還說 他們未來還有可能會推出25G的機種 所以我非常期待 另外現場也有展出這一台TBS574TX 這一台是我們目前有在使用的嘛 它比較特別在現場的作用是 它同時將兩個Thunderbolt 4同時使用 所以它的速度可以達到5000多Mb 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有關這一台TBS-H574TX的評測 可以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相較於企業級我們比較多看到 做Oflash的方案是使用U.2 但是U.2的價格比較貴嘛 所以像TS-H1277AFX 它這一台它安裝可以達到12顆SATA SSD 就可以把整機伺服器搭建Oflash的價格壓低 但是它12顆一起陣列 也能夠達到6000MB的速度 所以可以滿足速度和價格上的需求 那再加上它採用AMD Ryzen 7000系列的處理器 效能自然不遑多讓 而在連接能力方面 IO有支援到兩個Tanky和兩個2.5G 這是一台USB-4的J-Bar的機種 型號是TLD810TC4 它可以安裝8顆3.5吋的磁列 它的Offstream是一條USB-4 Downstream也有一個USB-4可以使用 接著我們看到AirGap格力備份解決方案 像這台QHORA322路由器 再加上它們的HBS軟體 就可以達到了實際切斷網路孔的設定 避免在一台NAS受到感染的時候 造成其他同類網的NAS也受到感染 那當然它的功能還不止這些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他們的官網看看 剛剛稍微問了一下 這台新出的QHORA322的定價 差不多是台幣18000左右 那對於一般的企業來說 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買QNAP Cloud1是QNAP提供的一項原服務 有點類似Google Drive 但是功能再更強大一些 除了儲存以及共享之外 還提供了遠程訪問 數據備份 以及多設備管理等功能 感覺上主要應該是針對企業用戶 而不是一般用戶 那另外他們的機房 騙擊了全球12個國家 不過台灣目前還沒有射點 但各位不要擔心 中國也沒有射點 那實際操作體驗中 雖然伺服器是不在台灣 但反應的速度並不慢 跟Google Drive差不多 不過檔案的資源性上 目前還比較弱 工程師是有說他們會持續開發優化 再來我們看到TS216G 那它是一款平價入門的2倍機種 目前的價格大概是在台幣7000塊左右 價格非常便宜 那它還支援2.5G網路 處理器的話是採用ARM的核心 那可以預期功耗應該會比X86還要低 效能的話應該就是適合入門的使用者 我覺得對於一般三四人的小家庭 拿來備份手機照片以及影片應該是相當合適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東西是HIGH 我們提供的解決方案 那HIGH 在中文翻譯叫做高衝擊 所謂高衝擊其實聽起來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秉除掉 這三個字它實際上字面意義是什麼 其實快速的解快速的說明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提供兩台一模一樣的NAS 但是呢 我們可以在一台主要負責做運作執行的時候 有另外一台備用的可以直接 立即性的接管 當你主要負責的NAS出了問題的時候 另外一台可以立即性接管 讓你確保你的東西不會去被暫停 或者是去被終止 包含資料的傳輸 或者是你也許你可能曾經用過我們家的 HBS備份的東西 他的任務中 我們都希望它可以不要被暫停 或被打斷 對目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透過這樣子的方式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UI 你可以看到說今天如果我們 最常發生的情境會是 今天我們主要的ActiveNAS是這一台 今天如果它的網路壞了 你會看到這一台的 這一台會自動變成Passive 然後這邊會顯示一個Takeover 然後你的ActiveNAS會直接跳到這邊 去做顯示說這件事情我發生了 我主要的這台NAS發生異常 所以你就可以快速的理解說 好我這台發生異常了 所以我發生了這個切換的問題 那我們幫你幫客戶立即性解決 就是我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而產生所有服務的中斷 對 但是我們還是會需要回來解決Active 這邊的問題 也許它是網路段階 也許是其他問題 但是解決完了以後呢 當你現在重新插入了 有重新組成了這個HA的功能了 它會自動再切回我們原來的這一個ActiveNAS 我們這一次提供的解決方案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了解 所以它在設定上一開始就是設定 雖然說兩台是一樣的 但是其中一台就是主一台就是醜 就只要主能用就是都用主 對 了解 那應該說因為現在我目前規劃的限制的關係 所以目前會是希望目前會是會是以兩個型號一模一樣的去做搭配 但是未來其實我們會希望說如果可以的話 不同型號哪一個規格比較高當做主 然後規格比較低的 我們如果有這些功能其實也都可以運作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發生異常的時候這個可以繼續運作 那修好了我們再回來 那這樣子就可以 你不用每次要做HA的時候你都一次換兩台 你一台升級一台當附的 然後你後來附的這個升級成新的時候 它就變成主的 然後你這台原本就規格的就會變成附的 那這樣一台一台一台一升級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會 你要一次買兩台去做這樣子的菜換 那它的切換速度如何 就是比如說我在用主要那一台服務的時候 它突然斷了 切換到附的中間會有明顯的延遲嗎 大概目前延遲的時間 我們大概都是抓30秒以內 會達成就是切換 對包含你所有資料傳輸什麼的 它都會在30秒以內去做完成 對 那這樣算蠻快 對是的 那它是目前所有不管低階高階款的都能用 還是說就是限定某些高階款 應該說我們會比較限定偏中高階的NAS 才會比較適合應該講說比較適合去使用這樣子的功能 因為其實這個比較常見的應用情景都會是在公司內的機房 嗯或者是比較大型的公司或者是比較小型的公司 我會需要做資料的備份或者是 我也許是發張一點 我可能也許是提供一個Server的服務 我沒有辦法讓它斷啊 那我就會需要有這些東西去即時的去做資源 我們這個Session其實是HA的Session 那基本上其實我們就展示了我們各種HA的Solution 包括了Switch的HA 以及我們還有我們QCPE的HA QCPE是我們的一個For Network Solution的一個Edge Device 對 以及我們的VNHA 它是專門是For VM比較輕量化的HA 那為什麼會有VNHA呢 主要是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Sewitch的HA跟NASHA還有QCPE的HA 它都是Hardware的Base 所以意思說我是把整台的資料 Copy到另外一台 Sync到另外一台 那你可想的資料應該會比較大嘛 所以它的那個Down Time 它從前時間會比較久 但是 VNHA不是因為它只是單個VN去做HA 所以它的單元非常小 它可以做到10秒以內 就可以 服務就可以takeover了 所以它是比較輕量化 但是它就不是整層的 所謂的我們整個作業系統的HA 它是針對單點的服務做HA 所以其實我們這整套的HA solution 其實是背上客戶的需求 說客戶如果說這時候我比較擔心的是 可能我的User 我的User的Server 我是很需要被重啟的 他就可以選擇先從VNHA 那可能他覺得我的Data比較重要 那重啟時間比較 可能比較是second priority的話 那使用 不管是硬體的HA QCBHA跟NASHA 是比較適合它的 這是我們整個12選 那我可以簡單的demo 因為我們現在是現場收集HLA 那我簡單的demo一下給大家看好了 好 就是我放這邊 那其實我這邊 OK 那我這邊先講一下 我這台電腦 其實它是經由這個Switch 去連到下面這台NAS的 那我這邊是有架的所謂 所以我demo前進說 我只要我這台 我希望是我可能某一天我這台掛掉的 或是很常Power會掉 那我要確保我的筆電 還是可以連到我的NAS的 那就是我這台掛了 第二台會takeover 所以我們現在是demo這個情境 意思是說我現在找 我用簡單demo 我找到這個網路線 因為這台網路線是連到 這台 連到這個NAS的 那我們筆電是接到這裡的 所以你看我只要把這個拔掉 我們就可以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還是可以持續的連到我的NAS 意思是說什麼 意思是說 我的第二台 第二台 它是經由電腦是經由這條線 然後再經由它跟它的link 然後再經由它連到我的NAS 所以我們就可以保證我們的User 可以不會因為我的硬體壞掉 然後再用到NAS 我覺得大家應該最關心的就是 這個東西 他們舊款的 還能不能用到這個工程 這個可能 這個因為我們 基本上我們硬體方面 硬體的話 其實還是support新機為主 所以其實你只要有 是這個型號的話 switch的話是這個型號 對 那VM的話 其實我們就support不同的機種 但是當然比較低階的 低階的那個NAS 可能就會比較不支援 所以我們是基本上 AM的機種不支援 但是X86的都會支援 這樣子 對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 那QCP的話其實基本上 目前也是伺服兩款 那兩款都會支援的 這次看到QNAP展出的25G 以及TV4NAS 那個性能真的是非常驚人 真希望我們的工作室 有朝一日也可以用上 那也感謝QNAP的工作人員 非常認真的介紹他們一些 針對企業用戶的解決方案 現場看他們的demo 感覺上是真的還不錯耶 有些甚至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 在座各位如果是大老闆的話 也可以考慮看看 或是你們可以去說服你們的老闆導入 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Enterbox 我們之後也會持續開箱QNAP的其他產品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